關節通,消炎,排毒,修復,一剔禍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Jessica 大翻譯運動參與者 00後香港青年譚遠康在洛杉磯 移民監獄已等了將近4個月 何時才能出去?她一無所知 她的朋友透露 譚遠康目前狀態並不是很好 內心焦慮,擔心會被遣返香港 大翻譯運動發起於2022年初 其成員主體多為00後 當時中共官媒為了給國內民眾洗腦 經常發佈一些反普世價值的言論 造成國內中文圈出現大量的仇日、仇美言論 大翻譯運動參與者將小粉紅散播的 尤其是喉舌媒體上的這種言論 用英文、日文等多種語言翻譯出來 通過全世界的自媒體曝光 這些令中共怒羞成怒 今年5月《大紀元》報道後 譚遠康的現況受到朋友們及 洛杉磯民運的關注 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主席鄭全柱 正在與美國移民局聯繫 希望能夠擔保譚遠康 但是得到的回饋是 移民局收到的證據不足 此案下一步將如何發展 仍處於不確定的狀態 鄭全柱認為 中共鎮壓大翻譯運動的主要原因是 該運動令到國際社會上 令更多人了解真實的中國社會 了解中共的真面目 其對中共漁民教育的揭露 令到當局震怒 因為中共有防火牆 中共希望將這些仇日仇美 仇視普世價值的言論 控制在中文圈內 鄭全柱說 中共不希望國外 全世界知道共產黨所宣揚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 包括中共隱瞞歷史真相 沒有邏輯性的理論和宣傳等 從2022年年中開始 中國大陸的大翻譯運動參與者 陸續有人被捕或失蹤 譚遠康雖然是香港人 但是因為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在今年3月生效 這些令他擔心自己的安全 出於恐懼 他3月底前飛往美國 並在機場提出庇護 經過問話之後 被送到洛杉磯移民拘留所 據鄭全柱了解 譚遠康通過大翻譯運動 曝光了香港 反送中運動期間中共一些污衊宣傳 如果他被遣返香港的話 可能會對他很不利 化名色尼為尼 和譚遠康同為大翻譯運動成員的張艾倫 近期在美國 他很擔心譚遠康會被遣返到香港 艾倫表示 譚遠康已經被關3、4個月了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來 艾倫說 這些非法入境的人不會被關 譚遠康是合法簽證入來的 而且真是對反共有實際貢獻的人 反而被關在這裡我覺得好不可思議 他如果回回去 有極大可能會受到迫害 張艾倫說 我不是反對那些走線過來的 現在國內情況很糟糕 很多人也確實應該得到庇護 但是我這位朋友 相比這些人更有理由得到庇護 他斥責當局拘捕大翻譯運動參與者的做法 他說 我們只是將中共做過的事翻譯一下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害怕 艾倫說 既然有膽量去做這些事 去說這些過於離譜的話 那他就應該有膽量去承受這些後果 2022年8月份獨自來美國的香港少年 二歲君也一直在關注譚遠康 二歲君在網絡上與譚遠康相識 他與獄中的譚遠康通過話 他說 目前他的狀態 就好像等死的心情那麼嚴重 希望有更多人伸出援手 譚遠康本人在監獄室內通過電話受訪時 他對自己的未來表示很擔心 他說 如果我被遣返 我不敢想像會是怎樣 中國民主聯合總部副主席 兼行政總裁介立健表示 他們正在關注大翻譯運動參與者被迫害一事 據他的了解 為鎮壓大翻譯運動 中共國安部成立了一個小組 在全國各地搜索 拘捕參與者 一些海外參與者在國內的親屬也受到騷擾 中共國安還盜用了一些大翻譯組成員的帳號 然後實施有報 中共真是非常害怕大翻譯運動 他們成立了一個工作組 說明大翻譯運動 督中了中共的痛處 介立健說 在這種背景之下 如果譚遠康被遣返香港 必然會受到嚴重的迫害 可能會被失蹤 也可能會遭到酷刑 中共幫你安一個罪名 他說你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或者勾結境外勢力罪 就可以判你十幾年 鄭傳柱也認為 大翻譯運動的參與者 大多數是普通網民 對社會對他們受迫害的一事關注不救 他說 我希望大家能夠注意到這一群體的存在 以及他們在中國、香港受到的打壓 並且能夠聲援他們 據中央廣電總台、國際在線的調查 參與大翻譯運動的既有海外公民記者 民運人士、港台人士、歐美人士等 也有自由亞洲電台、美國之音等媒體 中共通通為他們貼上反華的標籤 大翻譯運動官方帳號曾表示 中國政府每年都會花費巨額的預算 做大外宣 營造中共政府友好、愛好和平的形象 但是中共政府的內宣 就是完全是另一套口徑 中共政府一直在先動民眾 對外國人的仇恨 從而鞏固共產黨的統治 此外 中共政府會指導很多第三方的愛國字媒體 發表給官媒還要出格的 假新聞和仇恨言論 刻意製造中國人和文明世界的對立 目前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 正在聯繫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 中國委員會主席 聯邦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 希望推動美國政府聲援大翻譯運動群體 戒勒建也希望中共立即釋放大翻譯運動被拘捕的成員 他質問說 他們只是按照中共法的信息做出翻譯 並沒有說要打倒共產黨、推翻政府 為何要拘捕他們呢? 他們何罪之有呢? 另外 戒勒建還準備和適離為離 一起發起全球聯絡 以聲援大翻譯運動 令更多人來關注其成員遭到的迫害 以上的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馬尚恩來新安報導 本節的《紳士國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再見 再見